香港逃犯條例修正 這個已經是宣告全面潰敗了 叫做壽終正寢 結果北京政府又出招 就是全中國部下的2000萬支 監視電眼的社會信用平凡制度 即將要入侵到港澳地區了 消息一出讓香港人民 大家人心惶惶的 生怕生活中的一舉一動 是不是都要被北京政府 給全面監控了 好 但你看 中國是從2014年的時候 逐步來建設這一套 所謂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 是24小時的 來監控14億的中國人 他們的違規行為 就被記錄在個人信用系統當中 而且會在社會積分卡當中來評分 那麼初始分數就是1000分 舉例來說 你建議勇為 不錯 就加了一個10分 可是你闖紅燈一次 就扣很多 就扣50分 那麼評分可以說是相當嚴格 那麼信用分數低的人 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跟限制 評分標準分成四個等級 那麼A級的人 他就享有社會保險福利等等的優惠 B級的人屬於普通等級 就沒有什麼特殊限制 那麼C級的人必須定期接受檢查 至於最差的D級的人 他們就不能夠擔任主管職 也沒有辦法享有社會福利 那麼統計光是在去年 就有2300萬人這麼多 就超過台灣人全部了 2300萬人因為未達社會信用標準 就被禁止不能買機票 不能買高鐵 而且還有128個人 因為逃漏稅就被扣分 也都被限制出境了 那麼這一套在中國天網下的 社會信用評分系統 讓所有的違規行為都無所遁形 那麼習近平就打算 要把這整套制度搬進港澳地區 廣東省政府在這個月的5號的時候 他們頒布了這個是 粵港澳大灣區三年計畫 那麼載明是習近平親自策劃的 預計三年內就是要在廣東 澳門跟香港 全面建構社會信用評分制度 來完成信用資訊共享 還有建立聯合兩城的制度 最終的目的當然就是 北京政府想要有全省的統一監控 那麼這個時候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華府 接見香港一傳媒創辦人李志英 那麼雙方會面討論的 就是討論條例跟一國兩制的最新情況 那麼這樣的消息傳回北京 不意外的他們當然非常的生氣 然後一陣的重炮抨擊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 今天就發了聲明說 嚴正反對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還大嗆李志英為一己私利 甘願充當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工具 說他是搖尾起連的民族敗類 令全中國人都不齒 不過呢 美國才不會因為中國這樣的言語攻擊就罷休 美國公會上個月通過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要求香港在2020年就明年囉 就要完成真普選 是真的由人民來選 真普選 如果香港政府沒做到的話 那美國就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這樣的優惠 那麼如果要取消這個獨立關稅區 勢必就要動到1992年通過的美港關係法 那麼這個美港法代表美國承認 香港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地位 將它視為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實體 因此才給予他們關稅 簽證等等的優惠 如果美國認為香港的自治度已經不足的話 是有權來修改或終止這個美港法的 這樣一來香港的一國兩制 就會更加的名存實亡 美國副總統彭斯接見香港 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雙方針對近來逃犯條例修訂案 引發香港大規模社會運動 與未來一國兩制框架下 香港如何保有自治地位做討論 港民頻頻向外求助 但此時的香港面臨更大的問題 BBC記者實測過 中國避露電視監視鏡頭天眼 從天眼鎖定他的影像到公安找上他 僅花了七分鐘 中國境內超過兩千萬個天眼成為世界最大監控網 現在也不妨進了香港 港民經常圍繞政府總部做遊行抗議 現在可得小心了 這些安裝在總部四周的天眼 工作人員正忙著進行維護與系統升級 到超高畫質 未來不僅僅會侵犯人權與隱私 更害怕參與社會運動後被秋後算帳 中國目前正全國推行社會信用體系 目標在2020年 每個人 每間企業 組織 都有自己的信用檔案 連中國內地推行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 本來套用在14億人口 如今複製與貼帳在港民身上 報導指稱中共計畫三年內 在廣東 澳門以及香港全面性建構 所謂黑紅名單信用獎程制度的 社會信用評分系統 也可能大大影響港民生活 如果社會信用等級過低 將禁止購買大眾運輸工具票券 與房屋 甚至連旅遊度假也被禁止 還可能被限制處境 微中心綜合報導